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這個中藥 清冠一盒 在到衛福保經濟的受款 是在了到新冠病毒的中藥方 也不過說這個新北市 有一個比較正的藥菜 在家裡 它有來吃 貼燒的洗藥 也有喝清冠一盒 跟其他的中藥 結果會發生是 燒了又再拿 貼了又再燒 背景是真不穩定 中醫師是來建議說 如果沒有味道病毒 根本不需要喝這種清冠一盒 尤其是貼燒比較閒的人 如果是喝過量 還會漏涉 但是清冠一盒就算有效也會有副作用 清冠一盒如果說你體質上 比較屬於良性體質的 譬如說會腹泻拉肚子的人 那喝清冠一盒可能會比較會有這些作用 無論有確診沒確診 有病沒病 通通都喝清冠一號 像這種情況他需要喝到清冠一號嗎 他不需要 當感染到了 有呼吸道症狀 這個時候我們才會用清冠一號 配方裡面主要有很多針對呼吸道 發炎 感染 氣喘症狀的藥 如果你沒有這些症狀 你去吃這個並不適合 免疫湯主要是有黃旗 白竹 防風三味 讓我們身體的抵抗力增加 這個就是在離疫區比較遠的時候 沒有確診病人的時候 周邊沒有接觸者我們來使用 當我們周邊有確診者或者接觸者 變滿足跡的時候 那我們要注意到 我們可以服用抗毒湯 那抗毒湯主要是金櫻花 製甘草 反韓根 中醫師建議說 有人想喝清冠一號 而且要看你的體質 清冠南斷加無數 清冠南部你無數